一部脑洞大开的小说 它将推理和童话巧妙结合 并在结尾多次反转 而每一处反转 竟然都在前文埋下了伏笔 读完之后 我的心中只有两个字 神作 遗憾的是这本书目前没有中文版 书名叫做爱丽丝 作者是日本推理作家早板令 她的代表作是将 与推理完美结合的彩虹牙刷 本书的主角是一个小女孩 叫做爱丽丝 父亲是名侦探 她立志要继承父业 成为侦探 但遭到母亲的强烈反对 母亲总说侦探的工作不稳定 最好像她一样找份稳定的工作 这让爱丽丝很讨厌母亲 在爱丽丝十岁生日这天 收到了父亲从外地寄来的一封信 说给爱丽丝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 只要去树林里的小屋就能看到 爱丽丝进入小屋后 见到一个带着兔尔的小伙 小伙说她是爱丽丝父亲的朋友 这个兔尔是最新款的VR设备 内置了精心准备的解谜游戏 只要接上电源服下药物 就能进入虚拟世界 爱丽丝照做后便失去了意识 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关在一间小屋里 一只白兔说她是这个游戏的GM 爱丽丝需要在24小时内解开五道谜题 才能获得胜利 而第一道题就是从这间小屋逃出去 小屋的出口有一扇锁着的门 中间有一张桌子 上面有一箱饼干和一杯果汁 钥匙则在另一个房间的桌子上 两个房间之间只有一条老鼠洞 这里还有个设定 爱丽丝吃下饼干可以让身体变大 喝下果汁可以让身体变小 但身体只有小中大三种状态 在小的状态可以通过老鼠洞 只要拜托白兔 道具可以无限次补充 谜题就介绍到这里 想自己解谜的小伙伴可以暂停思考一下 这里先模拟两个玩家的失败案例 玩家也很好奇 上来喝了一口果汁变小了 但他拿不到桌子上的饼干了 变不回去 基本失败了 玩家必先拿了块饼干 再喝果汁变小 穿过老鼠洞 看到桌子上的钥匙很兴奋 吃下饼干变回正常大小 去拿钥匙 钥匙是拿到了 他身体不能变小回不去了 Game over 爱丽丝先拿走一块饼干 再喝下果汁变小 去另一个房间看了看 回来后吃下饼干变回正常大小 他稍作思考 想出了一个方案 解题的关键在于 明明吃了一小块饼干就可以变大 白兔为什么要强调道具无限次补充 爱丽丝把饼干从箱子里全部拿出来 堆在了门口 然后让白兔补充 再全部堆在门口 重复几十次之后 饼干在门口堆成了一座小山 爱丽丝喝下果汁 身体变小后爬上小山 从钥匙孔钻了出去 在落地前吃下饼干 变回正常大小 爱丽丝吐槽 这第一题就是个体力活了 白兔说还有另一种解法 但又花半天时间 之后爱丽丝顺利解开了第二题 第三题和第四题 这个后面会单独做视频给大家讲 脑洞也是非常大 用到了初中化学和生物知识 第五题是捉迷藏 爱丽丝要找到白兔 并对她说捉到了 而白兔此时所处的位置是红心城堡 住在红心城堡的是国王红心K 和王后红心Q 红心王后无法生育 非常寂寞 她要让所有子民也感受到这种寂寞 制定了孩子收集法 只要有孩子出生 就要贡献给王后当养子 但孩子只要哭闹 就会被王后杀掉 守卫红心城堡的是 士兵红心一到十 并且有项规定 数字低的士兵 要对数字高的士兵使用敬语 红心城堡是心形的模样 大门在心形的顶部 需要爬楼梯上去 周围有一圈回廊 爱丽丝在回廊的背面 偷听到红心9对红心3吐槽皇后 红心2因为打了个喷嚏 就被处决了 红心4因为吸了一下鼻涕 就被砍了一刀 留了8 红心3觉得红心9 是想怂恿她去杀王后 爱丽丝从正门进入后 看到红心A47 在给白玫瑰刷红油漆 因为王后让他们种红玫瑰 但他们种错了 爱丽丝打听到白兔是这里的法官 这时国王和王后出现了 爱丽丝看到王后的时候惊呆了 居然和母亲长得一模一样 但国王却是个不认识的白胡子老头 王后问爱丽丝今年多大了 爱丽丝说自己10岁了 王后说太好了 四舍五路就是零岁 适用于孩子收集法 要把爱丽丝收为养女 命令士兵把她从楼梯井 丢进了监护室 监护室和王后的房间之间 只隔了一层玻璃 但监护室这边没有楼梯 王后隔着玻璃 讽刺爱丽丝没有当侦探的才能 游戏中的王后 竟然和现实中的母亲形象重合了 到了半夜 距离游戏开始已经过去了12小时 爱丽丝听到红心3在跟某人吐槽 今晚她要报复红心9 爱丽丝闭上了眼睛 再次睁眼时 看到玻璃对面红心9挥舞着一把剑 砍了下去 爱丽丝晕了过去 醒来时看到王后被砍掉了脑袋 爱丽丝对着玻璃对面的士兵说 自己目击到了红心9行凶 士兵用筐把爱丽丝拉了上来 红心9也被抓下来了 两人在国王面前对峙 红心9说案发时 她在回廊上练剑 想回去时发现门被锁上了 整晚一直都被关在外面 红心3为她做了证 是她把红心9锁在外面的 爱丽丝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真凶使用红油漆 假扮了红心9 我们可以用排除法推理出真凶 根据扑克牌的图案 可以往自己身上画红心 假扮红心9的 有A45 而知道红油漆藏的位置的 有A47 凶手就在A和4之中 但4曾经被王后砍过一刀 身上有8 所以凶手就是A 哇 这个推理是不是很厉害 但这不是真相 一只猫突然出现 打断了爱丽丝 说A不可能是凶手 因为红心3晚上吐槽时 没有使用静语 2早就死了 所以3的吐槽对象只能是A A在知道389锁在外面的情况下 是不会选择假扮红心9的 那凶手是谁呢 凶手就是爱丽丝 这个伏笔埋了很久 我们回顾下第一题里的失败案例A A喝了一口果之后 够不到饼干 但我却说它基本失败了 如果变小的药效是永久的 那么它一定失败了 基本失败 说明药效是有实现的 再来回顾下 白兔说还有另一种解法 要花半天时间 半天时间是12小时 说明药效就是12小时 另一种解法是 先喝果汁变小 再吃饼干变大 再喝果汁变小 通过老鼠洞去另一个房间 等12小时 第一杯果汁失效后 变回正常大小可以拿到钥匙 第一块饼干失效后 再次变小回到原来房间 最后第二杯果汁失效 变回正常大小 而爱丽丝当时的顺序是 果汁饼干 果汁饼干 第一杯果汁失效后变大 身体挤出楼梯颈 从左侧玻璃目击了链剑的红心酒 第一块饼干失效 变回正常 这时爱丽丝明白发生了什么 利用了第二杯果汁失效后的时间 从楼梯颈爬出 恢复正常后 绕到右边沙拉王后 并嫁祸给红心酒 目的是要开庭 在法院抓到白兔 完成谜题 猫一脸坏笑地对爱丽丝说 其实本游戏的目的 就是让你杀掉王后 你杀掉王后的同时 也杀掉了母亲 爱丽丝从游戏中醒来 发现小物理全是血 母亲的头掉在地上 床上有一具无头尸体 桌子上有一封信 写信的是之前的小伙 信上说 二十多年前 小伙的母亲杀死了父亲 警方没有发现 他和母亲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后来有个侦探为了出名 查出了真相 母亲因此自杀了 小伙认为是这个侦探 害得他家破人亡 所以他要报复这个侦探 他设计了这个游戏 伪造信件让爱丽丝来玩 并操纵白兔 在消失的一段时间里 回到现实世界 给爱丽丝的母亲下药 搬到小屋里 再回到游戏 引导爱丽丝杀掉王后 这个游戏不只是VR 玩家在游戏中的操作 也会影响现实 他要让侦探看到 自己的女儿 亲手杀死了自己的老婆 爱丽丝傻眼了 难道我刚才亲手杀了母亲吗 过了几分钟 传来了游戏结束的声音 然后母亲的头动了 原来地板下面有个洞 而那具无头尸体是小伙的 母亲对爱丽丝说 你还是没有完成最后一题啊 操纵白兔的是小伙 你刚刚只要触碰她的尸体 说捉到了 就可以赢了 其实爱丽丝的父亲 早就发现了小伙的阴谋 所以委托母亲杀了小伙 母亲将计就计 对爱丽丝进行测试 虽然爱丽丝没有解开最后一题 但爱丽丝杀掉王后的行为 让母亲很满意 果然她更适合像母亲一样 从事比侦探更稳定 更高薪 更安全的职业 成为一个杀手 喜欢本视频的 可以三连支持一下 这本书最让我惊艳的两点 一是建立在 童话世界的推理故事 二是几个故事看似独立 却在第一问 就为结尾埋下了伏笔 中间的几个脑洞也很大 因为时长原因 我会在后面的视频